世界气候变迁不只影响了生活 更带来粮食缺乏的问题 在这场粮食危机中 我们可以怎么应变 跟着我们走访一趟 嘎亚马茶山部落 一同寻找粮食危机的解答 看看邹竹如何找回艺人 诺小米等台湾原生种作物 为末世粮仓做预备 茶山本来是一块很丰富的地方 在巴巴水在以前 是一个邹竹的平原面积最大的部落 然后在巴巴水在之后 毁掉了很多的观光的资源 那有一群农民要一起耕作的时候 当他们邀请我可以一起参与 陪伴他们或者是在行销各方面 可以有一些投入 我就觉得是神的一个马其顿的呼声 然后让我愿意一起参与 是因为一方面也看到原住民 土地的长子 我们都说是土地的管家 是台湾的长子 我们常常讲 现在有面临到台湾的粮食危机 我们也看到茶山 它就像是一个粮仓的模型 就是这群人已经在12年来 把这个地方的生产基地建造好了 其实再来就是怎么样找到资源投入 让这个基地扩大 因为他们已经有12年失败中的经验 知道怎么样种出这些好东西 特别是原生种的食物 原生种的这些穀物 就是最抗极端气候的 就是它自己可以流种 又抗极端气候 那都是上帝给这个土地的东西 我们的原生种的 它就是耐热 耐那个水啦 台风啦 它比较 因为这个艺人如果说太早种的话 它会长很高 它就比较容易倒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可能是要延后 延后七八月 我们这样子种 这效果比较好 然后它不会很高 就这么高 它就不会容易吹倒 我们就是一方面种 一方面看 我们一方面自己学习 这样子我们要怎么运作 是把这样的慢慢的把这个艺人 这个原本上我们这个艺人 是很久都没有种 那我们就寻找 寻找 还好我们可以找得到这个原生种 那这个我们就开始复育 那包括那个小米也是一样 那我们就是把我们原来传种的 过去的老人种植的 还好我们有找到那个种子 那我们重新再复育 那再加上一个这个三稻米 就是这一些我们全部都把它种回来 直到现在我们产照邦已经 卖了13年 那我们就是比较针对着 这一些作物来跟种 2009年八八风灾后 为了生活 部落族人想起小时候常吃的作物 也因此找到了在自己农地 站起来的机会 透过找回原住民的原生种 打造自然有机粮仓 而赋予农天的过程虽然不容易 但因为八八风灾的经历 让周族族人明白 唯有回到上帝所教导 并回归自然有机的方式耕种 才能永续的维持下去